观众朋友们 近年来呢 我们一些省市电视台呢 开办了一个栏目 叫电视红娘 为很多朋友呢 喜结良缘的起到了牵线大桥的作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晚会现场呢 也有这么一处 电视红娘的演播现场 今天哪位来做征婚广告的 一位是赵本山 一位是黄小娟 一号 一号你太紧张了 这儿可行啊 是导演 你往我下去练就行了 想不想找对象呢 我想找 我也找不到对象不完了吗 快下去练去吧 好 把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好 二号 二号 导演有请 这么笨你 你这破子 你到政客时候就不听你说话了 哎呀我听话 大家见笑了哈 这年龄大了 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 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 不算啥丢人的事 是吧 水是有缘的 书是有根的 到电视征婚也是有缘因的 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 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 打这些年关棍谁不叛个结婚呢 都下婚谁呀 好 好 好 只要能找个合适的 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 找 二号 二号 帮你 找个线 练绿 Atlas 练完了 导演说我不行 一说咋就路不了呢 我在下面这一领睡好的 当摄像机跟前一坐 我就说不出来话 看着没 都犯疑个病 导演说了 这叫运镜头 明白吗 你說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 这不对赶运镜头了呀 我不是原镜头 就是他给灯一亮 我就觉得天玄地转 那是运灯 你说这上电室上来就婚,咋这么难呢? 能不难吗?我都录三十多遍了,妹妹哥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爹爹,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 困难是堂皇,你弱他就强 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冲着困难也要上 真的,放错你了 真的,别回去,行吗? 我本来就不想来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 既来之,折安之,请坐之 来吧,我走就完了 没啥可难的,难啥? 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 有啥了,我都能做了吧 你看我的 关键是放松 要微笑吗? 我叫赵英俊 男,今年三十五岁了 这男还用说吗? 哎呀,这是电视正魂的,男女能看出来 对呀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 瞎说 导演都没看出来 你女也别说了 我这儿没有女 我叫赵英俊 三十五岁了,阔虎 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 不细看问题不大 这属于表面老话 还用加阔虎啊 我必须得扩上 我三十五 别人老怀疑我五十三 多陪业 那是给他扩 现有住房一套 扩虎 七点八平米 重款一千五百六十元 扩虎 让前妻拐跑了 所以我要寻找一个 勤劳朴实爱国爱家 扩虎 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 上这上那一天 连眼眼都看不着 做饭都没人给做 你怎么了 别打仗 感觉找到了 我一定要御寻一位 三十一里的 是独身的 最好是没结婚的 马上就跟我成亲的 我的妈呀 感觉找到了 怎么样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别着急 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 我帮你吧 我给你当导演 你会当导演 他比咱也省事 他就预备开始 别紧张 拿脑门当镜头 你坐他吧 我给你倒 这回我上台阁了 我提前 坐 看镜头 你看 镜头 说话 我说也白说 你还没说呢 不会有人来应证的 自己就封门了 我条件不好 找一般的呗 我不是独身 不是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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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扯啥了 你这年包担心太大了 我跟你说 这是违法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如果你俩不能过来 或者是整地 完事才能上车来征服了 不是 不是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 再倒把我倒进去 哎呀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误会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你是有困难 你回来吧 有招了 我刺激你一下 你还受刺激 我爸四下时候都听音乐 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 看镜头 镜头质量不太好 准备 开始 我叫李慧写 今年三十五岁 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 可能显得老了一些 我和我八岁的儿子 跟婆婆生活在一起 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 他爸就 应该说 我算是有个将 我本不想来征服 可婆婆总劝我 还是再走一步 别太驱着自己 说实在的 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 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 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完了 让我给你倒哭了 哭了 没有 生活呀 像一杯二锅头 酸甜苦辣别犯愁 我说一样 人家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 大哥我并不比你强 我受过刺激 受过强烈的刺激 你 我离过疑啊 离过疑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我为啥呀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二年 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 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 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什么问题呀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 越看越像老太太 像吗 像的又有什么呢 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 充分的正能了那句话吗 啥话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看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啊 这都是这 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他去哪了 美国 家里 家里弗尼亚 对 家里待不下 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那你也别太伤心了 你看他还是这样的 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 这一个家呀 他不在群父 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有共同爱好 得有共同语言 有啥可可心里话唠唠 对 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你咋缺上我呢 你不哭了 你不生气了吧 过劲了 刚才练到哪了 对 找一个啥样的你想 走吧 就我这条件 还能找啥样的 你说 我就找一个 精力坎坎的 身体健康的 性格开朗的 心地善良的 能愿意和我一块儿 凤娘老人 有点特长的就行了 我这么说行吗 一方 导演叫你呢 准备去路吧 导演呢 快去吧 导演呢 我再练五分钟行不 我不去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不行了 快去路吧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 你帮帮我的了吧 你给我当回导演呢 我哪会当导演呢 没事 你就很预备开始 别紧张 拿你脑门当镜头 快来 给我当导演 要不我就给你提词吧 行 谢谢你 你坐 词给这个 你也坐吧 坐吧 坐吧 坐 你别紧张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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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紧张 注意啊 预备 开始 你咋喊上了呢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那怪我了 从来吧 哎呀 你咋都出汗了呢 是吗 擦擦汗 注意啊 这回别紧张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注意 别紧张 预备 不紧张 开始 我叫不紧张 你妈咋有紧张呢 你比真导演倒太紧张 那你往下说吧 说吧 别紧张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坨小花 头上还戴个发掐 你往哪看呢 看镜头呢 你太紧张了 离镜头太近了 往下说吧 本人正像你在玉寻一卫当中所提的那样 精力坎坷 心地善良 身体健康 有一定特长 请看这是证书 六级木匠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 我想 我想找一个吧 能热热乎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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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 如果主子需要的话到餐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 听明白吗 我不明白 还没说透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不 我就找同岁的 都是三十五的 这才就般配的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没有用 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 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 括弧八岁男孩正好 有孩子是累赘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 你不知道吗 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可是 可是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 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呀 我会后悔的 我怎么能后悔呢 我不后悔 我想有个家 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一号二号 准备录下吧 你还录吗 你呢 我不录了 我万一要上了电视 肯定被人相踪了 到时就麻烦了 你还录吗 你说呢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 再练练 很练练 走个环境优秀 闲人免禁的地方练 你懂吗 我自己也会把门放上 不需要花里的地方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一个不需要得八的地方 啊 在我身上的一些恋爱 我才不会害怕 谁不会想有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他 别瞬着眼泪 趁自己轻轻擦 我好羡慕他 受伤后可以回家 让我全能孤单一孤单 去当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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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